台湾民意基金會民調 國產疫苗的信任度 可以說是大崩盤 可以說是只有 第一天登記大概只有三萬人左右 他的鐵粉只有三萬人左右 所以現在就不斷地一直做大內宣 李斌妮就說了 她說預期保護力 我不知道什麼叫預期保護 保護力多少就是多少 沒有預期這件事對不對 就像高端的總經理說 人家問他說 你的疫苗能不能對抗Delta 他說應該可以 可以就可以 不行就不行 什麼叫應該可以 什麼叫預期保護力 我就不曉得 而且李斌妮說 我們高端的預期保護力 可以達到九成和Novavix相當 憑什麼他這麼講 他有根據嗎 他的研究報告 還是他的實驗數據是什麼 他為什麼可以說跟Novavix相當 我真的想不到 其實如果他說要跟Novavix相當的話 就應該跟Novavix比較它的抗體的效價 但是不是 我們是跟AZ的在比對不對 那他是用什麼邏輯說跟Novavix相當 我們來看那份報告 因為他是同一個吃蛋白的這個疫苗 所以他就應該都一樣 同樣吃蛋白的疫苗就一樣嗎 也不一定 對 這個重點來了 大家可以看看 這個是疫苗組沒有左劑 所以你可以看它的效價非常的低 然後這個是 同樣是有疫苗的 然後左劑的不一樣的 濃度不一樣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它 它的成果不一樣 其實它最重要的是什麼 還有一個左劑 左劑都是各個藥廠的專利 機密 這才叫機密 這個才是機密 因為每一個人 每一家藥廠 它的左劑配的不一樣之後 效果就是不一樣 出來就會不一樣 所以大家可以看 不要說我以為都是吃蛋白 所以效果都會一樣 那現在全世界吃蛋白都一樣嗎 當然也不一樣 當然不一樣 所以我們看下一張剛剛這個 在美國你可以看 美國幾乎都是打mRNA的疫苗 它不是打BNT 就是mRNA 這就是Moderna 所以你看它 這個是在去年底 今年初做的一個實驗 它如果打一劑 它只有百分之八十的保護力 那這個大家都覺得很好 BNT只有八十 那Moderna還比它好一點八十三 但如果你打完兩劑 而且隔了兩個禮拜以後之後 大家也可以看到它好一點 BNT有九十三 但是那個莫德納還是比較差 那同樣mRNA也不一樣 對 同樣的mRNA 大家都覺得它已經很好了 但是你看差了還是將近十%左右 那我們的高端跟Novavax 同樣是蛋白充足疫苗 你可不可以拿數據給我看啊 同樣不一樣 有夠多 好 第二個問題 我們也想不通 高端的總經理是這麼說的 他說米疫橋接啊 你們說全世界都不認 我告訴你 流感疫苗 子宮頸癌疫苗 就是有米疫橋接的 又不是我新創的 那流感疫苗你們不是每年都在打嗎 所以米疫橋接 是呆就沒有問題的 這個說法是不是也有問題呢 這個免疫橋接啊 那事實上不是一個今天才創造的事 那我舉兩個最好的例子啊 第一個就是大家所知道的子宮頸癌疫苗 他也是採取所謂的免疫橋接啊 我們拿已經在市場上被認為已經不錯的一個疫苗 跟我們後期後面來的疫苗呢 做一個比如說不劣於或者是更優於原來的那個試驗 第二個例子 就是我們的流感疫苗 就是說每年的病毒都在變 如果按照我們剛剛說每一個新的疫苗 都必須要做這種大規模傳統的試驗的話 那我們流感疫苗永遠跟不上這個步調 可能爆發的病毒株 然後做一個所謂的免疫橋接 來個去年的那個被核子的疫苗做個比對 合理的免疫橋接 對的免疫橋接 實時也是一個三期 好他講了幾個重點 第二重點是 免疫橋接不是我新創的 流感疫苗子宮竟然也是免疫橋接 我為什麼不行 第二個他說 免疫橋接就是合理的三期 免疫橋接就是三期嗎 我真的很想請高端總經理 可不可以把事情講清楚 我先講那個流感疫苗好了 因為我們現在每年都打流感疫苗 這個是不是說大家憑空想像 這個疫苗就打 一定是世界衛生組織根據過去的流行情形 可以推測今年可能會流行的情形 所以你看我們為什麼流感疫苗都在10月的打 他就是看到去年的這一段情形之後 大家覺得 今天會有哪些 對 今年拿幾個 然後再開始製作了之後 那這並不 他連做實驗都不要做 因為WHO的一群傳染病學的專家跟疾病的專家 他們預測 那所以他不需要做什麼 他們要免疫橋接這件事 他需要免疫橋接什麼的問題 那國外特別講免疫橋接 他是同樣的一種這個 免疫這個試劑來打的時候會比較好 譬如說如果你可以看 如果我們今天看莫德納跟BNT 他可能會在同一個這個世界 mRNA的 那剛剛大家也可以看到 莫德納的他的這個中和血清抗體 還比BNT好 但是他的臨床的保護力 反而是BNT的比他好 那雖然Novax 我們不說他不是不好 他是非常好的 你可以看到他 對 他是非常好的疫苗 對 但是你不知道 你沒有跟他比 所以你不能跟他說 做免疫橋接跟他比 除非你跟他做了免疫橋接 比了之後 你才可以跟他說 他的效果是長的 那我們現在是跟這個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在這裡跟AZ比 即便你比AZ的這個中和抗體的高 那你不一定保護力 也不一定比他好 所以我們是蛋白收集疫苗 我們跑去跟腺病毒疫苗比 捧個比來就很奇怪 全世界人家做免疫橋接比 都是同樣mRNA跟mRNA比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人家會做免疫橋接 應該是已經拿到藥證 或者已經拿到緊急授權許可 而且是照國際標準 拿到緊急授權許可 才去做免疫橋接 對 而且他可能是說 不是 我們什麼都沒有 我們就去做免疫橋接 他有一些病毒株改變的時候 他說我要再比較新的 這個做的 可能可以更好 就是我原來 比如說我原來莫德納 做的是原始株 對 那現在已經有了 Delta的突變種 我把原始株和突變種 做免疫橋接來做 這樣是可以的 對 這樣是比較好 但不是你剛開始的 原始株就可以搞免疫橋接 不行的 而且差了16倍 Delta跟原始武漢株 你知道綜合抗體 在這個高中 差16倍 差多少 那你也是洩漏國家機密 你也是洩密者 請羅資政把我抓走 那也是食藥署 流出來的文件 好 所以 總經理是在混淆視聽嗎 是在漁目混珠嗎 他說國際有用免疫橋接 人家國際用的免疫橋接 是已經拿到藥證的 子宮竟然是拿到藥證之後 已經是核國際標準的疫苗 他要去做突變種的時候 才去做免疫橋接 這樣還沒有拿到藥證 之前人家沒有用免疫橋接 拿到藥證 總經理一定要跟我們請測 好 第三件事 是不是也在混淆視聽 總經理說 我們應該可以對抗 Delta病毒 你做了實驗嗎 我們的高端這個黃卡 可以通行國際 這是你自己想的吧 不管是南非豬Delta豬 他的變異就科學上來看 他不是一個非常全面性急劇的變化 所以我想我們架構的這個 抗原加那個左計 是可以來應付的 疫苗只要在黃秘書上 有這樣的登載 我個人認為 他的這個通行無阻的可能性 是蠻高的 到底什麼樣的疫苗 未來會通行無阻 其實現在也沒有人敢說了 如果他能夠有更多的證據 那在雙邊裡面 他在談判的時候 那可能就是說 也許有人就是 有些單位會認或者不認 那我想這是未來的一個發展 這也是需要去努力的 既然他是食物的問題 他是科學的問題 就不要可能 應該可以也許預期就不要用 就不要用推測字眼 來告訴所有的老百姓 高端是不是 一路開綠燈 八天兩過關 教署又給他ACIP的一個通過 那昨天又說 好 既然ACIP通過了 疫苗組通過了 那就把他排上公費疫苗 10層上面 我覺得這個太多的疑惑 會讓老百姓越加覺得 你的政府為什麼一個護航 一個高端已經護航到 沒有天理的一個護航 沒有極限了 這已經是沒有極限了 一路開綠燈 一路的護航 沒有解除民眾的疑惑之前 真的不要拿老百姓的命開玩笑 真的是護航到無法無天嗎 為什麼 剛剛說八天兩過關 在718那天給他EUA 也就是給他緊急授權 到725那天 就讓他納入公費施打名單 所以八天兩過關 問題是很多人就質疑 你到現在當初 過關EUA的會紀錄也沒有公佈 那當初有15個委員說是有條件通過 那他們的條件到底是什麼 後來又說有人要求要補件 那補的禁又是什麼補了嗎 這些都沒說清楚 更重要的是什麼不說清楚 高端疫苗到底有沒有八成遭到退貨 這件事到現在仍然說不清楚 高端說沒有這是斷章取義 但是我們看到從食藥署 流出來的文件顯示 白紙黑字顯示 他就是八成遭退貨 所以這件事政府要搞清楚 跟我們講清楚 如果沒有跟我們講清楚 誰敢打 江醫師 沒錯 其實一個疫苗 它本身的在實驗室的研發 跟生產製造這是兩件事情 就像以前 三星不是說它幾代米也做得很好 對不對 結果呢 做到哪裡去了 完全不行啊 一旦大規模生產就 兩率就不行了 就垮掉了 實驗室跟在工廠那可不一樣了 對 那我們來看看 但是食藥署流出來的文件 我們從這個文件 白紙黑字來看 到底有沒有八成被退貨嗎 高端它是一個蛋白質單體疫苗 四單體疫苗 那這蛋白質有兩端 在它的N端的 所謂的糖蛋白 這個糖質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它在做兩L的時候 這個糖質它會穩定在 控制在20到25中間 2025中間 可是它把它擴大 擴大的生產規模 做50L的時候 它這個糖質 衝到27到42中間 27到42 那這什麼意義你知道嗎 這什麼意思啊 因為其實一個蛋白質會產生 所謂的激發抗體 跟它上面這個糖的量 糖分的那個量有關係 你糖分子給它越多 像這個是所謂的唾液酸糖 你給它越多的糖分子 它的刺激免疫效果越差 所以你突然間製作量一高 你就產生了一堆糖果的外面 那到最後就可能產生不了 所謂的免疫的刺激的效應 沒辦法生成抗體 所以這樣子就被發現說 原來你本身的製作的水平 還沒到位 所以你一旦擴大生產 50L還不是很夠 你到最後可能要擴展到2000 2000啊 可能要做到2000 那個大桶子可能要做到2000 可是你這個做到50L你就出事了 所以為什麼大家很擔心說 它真正的拿來打在人身上的時候 它品質是OK不OK 那據說它這個數字有專家說 這是忽高忽低代表 其實它本身的穩定度是有問題的 沒錯 因為其實有人懷疑說 這個200L不是它做的 事實上它是尾外代工 它單就做2L的時候 已經比不上人家這個尾外代工的量 那2L做成50L的時候 馬上暴增了快一倍的 這個外面的糖分子的量 那代表說產生出來這個東西 到最後可能沒有效果 所以它的品質有沒有問題 我們的指揮中心要跟我們說清楚 另外一件事也要跟我們說清楚 我們指揮中心是幫我們做防疫的 不是在幫高端做Sales 但難道是在幫高端做Sales嗎 我們回到新聞來看 現在在今天竟然曝光什麼呢 國民黨說從外交部的文件顯示 國民黨可能懷疑高端沒行李了 所以這個時候竟然要送友邦我們的國產疫苗 難道我們的指揮中心這個時候變成Sales了嗎 對 那江啟臣他爆料就是說他收到了 外交部的一個公文 那其實高端是在7月19號通過台灣的EUA 7月20號這個公文 這個外交部的公文馬上就出來了 那外交部的公文發給誰呢 發給目前我們9個邦交國的大使館 最主要查兩個事情就是說 我要贈送疫苗給你們 這第一個 第二個 希望你們調查一下 你們國內的民眾施打的意願 這個公文的原來是這樣子 大家會覺得很奇怪 我們台灣不是缺疫苗嗎 這第一個 我們不是接受很多美國 日本的援助的疫苗嗎 那我們現在一方面接受人家的疫苗 一方面又去援助人家的疫苗 這不是覺得很奇怪嗎 這第一個 因為我們國內可能沒有人要打高端 第二個 你這個EUA是全世界 目前來講最低最低最低標準通過的 萬一萬一 萬一 去那裡打得出事情的時候 那你不是把中華民國的整個 商譽 國格全部都毀掉了嗎 這不是開玩笑的 這是第一個質疑 第二個質疑 竟然我們的政府是幫高端 在做會計師 好 我們當然再來談會計師 我們來看是不是在幫高端銷 要好好疫苗呢 是怕他沒行李嗎 我們來聽 江啟宣怎麼說 授證我國國產疫苗這件事情 給九個大使館 我7月19號EUA通過 我7月20號馬上透過外交部這個外送平台 要來贈送給邦交國 而且是用公帑 是用人民的納稅 所以我們的政府到底在急什麼 外交部在急什麼 這是外交部自己的主張 還是高層要求 不然我們實在不懂這中間的邏輯 好 另外一件事我們也不太懂的是 衛福部的補助金入帳 高端疫苗呢 在6月份出現獲利 如果補助金沒有入帳 據說高端呢 會連續三個月虧損 問題是高端補助金該給他嗎 他有照當初說好的合約來走嗎 當初說你要在2月底之前 把二期做完喔 問題是你在6月10號公佈的 只是二期的期中分析 你在6月底的時候 並沒有做完二期 那這筆錢怎麼能夠入帳呢 對 那這個也是目前來講 大家在質疑的地方 就是說你7月19號 我們的集關室的諮詢委員會 馬上通過高端納入公會施導 意思就是說 我們跟高端買的500萬劑 已經確定這個合約開始在進行了 那高端所有的庫存 就可以變現為現金 郭正亮他指出 他說其實公司已經沒錢了 高端公司已經沒錢了 不過高端公司到目前來講 他並沒有因為這個問題而回應 不過我們的貴買中心 竟然是戳破了 他的一個目前的窘況 也洩漏了天機 因為他是上櫃公司 所以貴買中心說 你5月6月的財務報告 要公布出來 結果5月就虧了1.23億 6月份他的營收93萬 93萬 那5到6月份加起來 只有虧4655萬 就虧了4千多萬 為什麼 因為有一筆 業外的3億元的收入 3億元的收入是哪邊呢 原來是去年的10月的時候 我們在高端跟聯亞的過程裡面 我們給高端是4.72億 那時候先付1.72億 去年的10月 那照規定第二期的3億 要什麼時候要給呢 是今年的6月30號之前 高端要做完二期的實驗 才付給他 問題是高端的解盲 在今年的11月1號 才可以正式解盲 他目前只是其中報告而已 你竟然就已經先付給他了 而且這一次還專案的 把他納入公會施打 那就是完全幫他 因為高端那一些所有的庫存 以及500萬劑 目前來講他陸陸續續在交貨 高端可以40.3億 他可以入账 記不記得在今年2月的時候 陳時中在立法院立法委員 在質詢的過程裡面 他說我們已經簽了一個500萬劑 跟誰簽 不知道 但是我跟你講 那個以後出來的數據 會很漂亮 2月 2月高端才正式在收人 然後也要收那個第二期的人 你怎麼知道數據很漂亮 還沒有收滿 等到收滿 打到第二期是4月28號 2月我們陳時中 就已經開天眼了 他已經關落雲 他已經知道 高端未來的數據會很漂亮 那如果你不是有開天眼 那你一定是照著劇本走 聽說這次500萬劑 5月28號簽約的時候 高端的知識還很高端 聽說價格殺不下來 後來用881塊 80百81塊一劑 是目前全世界最貴的 你說沒有啊 我們買那個BNT 那個30塊美金 不是也接近900塊嗎 人家那個要怎麼練 人就是三級的 人 你如果你要買便乳的時候 我說不行 你一定要愛用國貨 你一定要買那個國產的義龍 你會嗎 而且國產義龍跟便乳的價格一樣 你相信嗎 疫苗登記現在真是一團亂 你如果變心改登記AZ 我相信可以混打之後 很多人就要改AZ了 但短期內還是打不到 得等先排在你前面那些人打完 才能輪到你 不管你年齡多大 現在已經沒有長幼有序這件事了 另外呢 國高宗教群不是有造冊嗎 但是突然喊咖了 丹無 新北疫苗現在也丹無 因為不夠打 所以一團混亂 不管是要打AZ還是打莫德納 都難如登天 因為整個預約平台 一團混亂 對 這個原本 勾選莫德納後來該選AZ 民眾可能會比第九類 單選莫德納後來該選AZ之後 還落後三十八歲族群 然後民眾認為順序有些亂不太公平 在同一個階段裡面 同時做登記的人 不管你怎麼選擇你怎麼改 那到最後日子截止之後 我們就照著我們排定的順序去排 不會因為你更改 後面更改 所以你別排後面 不會有這樣的事情 但是你已經進到預約的系統的時候 那你就不一樣了 跟人家預約就要去打了 那你要等這一輪打完了 你再可以重新再去登記 教師補教業者 目前似乎是同意造冊 但是沒有核准施打 請問教師的疫苗 什麼時候才會重新來規劃來施打 我們是希望在昨天收到的這一批 五十八萬劑 可以撥一部分在這邊來使用 但是現在 有些地方就利用了 就運用了 原來這一批去打了老師 這個問題在 大家要積極去安排 整個預約的一個作業 做一個彈性的調整 阿壯的意思是誰叫你要變心 你剛開始不喜歡AZ 你現在喜歡AZ不行了 等到所有年輕人都排完之後 你再往後 你不能插隊了 他的邏輯是錯了 還有三亂 我想混亂的一塌糊塗 第一亂是什麼 我們知道什麼叫做第九類 就是很年輕 可是有慢性病 那他的優先次序 是優於五十到五十九歲 本來排序 現在輸給三十八歲 中華民族是一個長 長又有序的民族 可以這樣亂搞 有一個正媒長得是跟你有點像 我那天我有去打 我五十九歲 打AZ 然後長腿正媒長得很漂亮 我想說他怎麼可以打 第一個反應 原來是慢性病 慢性病有為人不可告人之苦楚 身體不好 所以像我的助理 也是三十幾歲小鬼 男生也是第九類 他們當然是應該優先照顧他 他叫慢性病處方的患者 你把他弄到三十八歲之後 這是第一亂 第二亂 老師 卡車司機都做公共服務 特別是老師要教學 甚至要開學了 第七類 老師打是不是天經第一 對吧 當然很重要 而且那小孩照了冊 對 照冊有什麼用 藍的跟綠的不一樣好不好 我跟你講 照冊 藍的照冊 專案照冊 沒疫苗 撥不下來中央怎樣 所以照了冊打不到 打不到 雲林 那綠的打得到嗎 我跟你講 雲林 嘉義市 南投 都打不到 綠的呢 主動照冊 服務勤快中央 然後來什麼 收什麼 全部打光光 綠的縣市 台南 高雄這些 不是 這個部長在國家分顏色 分一國兩制 這個是第二亂 第三亂 你知道老師現在很恐慌 朱醫師 你是專家 今天有陰謀論出現 在老師 我也當過國中老師 我教過地理 在從不留 在留 我地理氣的 流傳 後來去讀政治系 後來去當議員 你知道到處流傳 為什麼不給你打 為什麼藍的縣市專案 不給你 你知道不夠 就好像你預約什麼 像那個王惠美 那個彰化縣長 他預約一批 他要六萬七千支疫苗 給他兩萬支 你叫他去死啊 你叫他怎麼活嘛 可是我們不是已經有一些疫苗 都快要過期了 為什麼還不分配給人家 所以你就講到重點了 我跟你講 我記得我上禮拜在節目 不是還有一百九十萬劑嗎 有沒有 各先是二十萬 二十五萬 莫德納 還有等等 我真擔心它陰謀論出現了 就大家老師在怕的 叫老師第七類打高端 沒有 本來只有講軍警 現在連老師也進來了 對 之前是擔心軍警 是不是把那個莫德納撐住 就讓你打高端 促銷高端 這國家為什麼這樣打 軍警老師會不會變成 是高端的白老鼠 是這樣子 我就踏這個 我想他主要亂是因為什麼 因為本來又按照年齡 你看我們剛開始打 九十五歲 八十五歲 八十歲 後來因為太多專案 一會兒機師專案 老師專案 然後果菜市場專案 什麼專案 弄得大家 還有科學園區專案 還有加工出口區專案 還有廠商專案 所以弄得大家很亂 事實上大家都知道 這人跟人本來就是互通的 你可能五十歲也有這個專案 六十歲也有這個專案 所以他一定就會比來比去 所以弄得很亂 以前我們會說 我就給你譬如說 新北市給你多少劑 你地方主政的 你可以看這個情況 然後好好的去分配這樣去打 譬如說你先看年齡打了 然後有專案的時候 再補一些專案 他現在故意有時候專案 譬如說剛剛講的 給你登記五萬人 給你兩萬 那是不是二逃殺三世 那三萬個人是不是又要抗議了 結果那些有在專案造冊的人 他們就以為 譬如假設 假設50歲 可能在打70歲的時候 就說你可以列入專案 然後想那我當然專案比較快 他在專案造冊之後 他可能就沒有去預約平台排隊了 就想不到預約平台已經排到50歲 所以他專案還沒達到 沒有專案還沒出來 那該怎麼辦 專案變死案你知道嗎 我們應該說專案是最優先對不對 像老師什麼 然後菜市場 然後這個晶圓電子等等 因為為了拯救國家的秩序 跟生產力等等 好 那我沒有話說 然後老師 有的50幾歲的老師 他專案等不到 他年齡卻可以 那叫通案了吧 照年齡排數叫通案 那專案比通案還慢 那不是變死案 整理嘛 這一輩子 啥